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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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平 快给公子包一碗驱寒的汤 哦 好 你怎么出了那么多憨啊 盖好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就掉到湖里了 少夫人 大人请你即刻到司堂 好 知道了 盖好等我啊 我很快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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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我们荣家的列祖列宗 这位是我大哥 荣誉的父亲 我们荣家的人做术士 常常看破天机 所以命都很薄 我大哥刚至壮年就早逝了 大哥大我十二歳 父亲走后 大哥悉心地待我 我就是大哥的半个儿子 大哥走后 我养荣誉 荣誉 就是我儿子 只可惜 她在幼年的时候体弱多病 我经常要一夜一夜地不合眼 去照顾她 生怕她出一点差错 可以说我是捧着她长大的 我养她二十载 没有让她受过半点伤 她是我们荣家的未来 我只希望 她做大家心目中的那个摘姓公子 开心的 幸福的 为了她 我可以献出荣府的一切 包括我的生命 我是她的小叔 同时我还是她的父亲 在我这儿她只能幸福 别的什么都不行 可自从五年前 她与你相遇 不管你在她身边也好 不在她身边也罢 她总是在受伤 甚至有几次 一直在生死之间徘徊 你就像是她的克星 不管我杀你 留你 都改变不了你是她克星的结局 我还有一个疑惑 虽然已经有了答案 可我还是想问 是 荣誉现在这个样子 是你下的毒吧 是 你是你不想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